五度众生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同法行 天空变得晴朗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阳光的灿烂 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看得远 却感受世界的美好 喜乐的心是生气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用了扮一起跳 才能发挥出力量 直到你笑 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阳光的灿烂 我们不能光消费 重点是我们能够为它做什么 所以各位走到哪里 替那些树洒洒水 你嘴巴会念阿弥陀佛 希望这些花草树木 乃至这些苍蝇 乃至这些蜻蜓 乃至这些鸟 乃至看得见了 包括看不见了 来 令诸佛菩萨欢喜 如果我们达到卑至双运 那诸佛菩萨就欢喜 让护法神欢喜 因为只要你去爱众生 不要伤害众生 上天有好生之德 他就会欢喜 如果你看到一只蚂蚁 故意把他打死 那你就制造一个痛苦 那这些护法神会很伤心 所以这就是天主教的爱 不要杀 不要残酷 所以再来念一下 让父母祖先欢喜 如果你快乐 有爱 那父母祖先就得到了超度 所以你的心怎么想 父母祖先就什么心态 所以你充满爱的心 父母祖先都到爱的世界 你充满了清静慈悲心 父母祖先就到了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要让 甚至恨你的人都得到快乐 所谓冤亲在主 就是你过去杀他 伤害他 抛弃他 欺负他 所以他恨 但是现在转化他 你不但对他升起惭愧心 你决心要好好的爱他 关怀他 超过你自己 所以每次别人跟我说 海涛法师你有冤金在主 那我马上就跪下来了 你是我的爸爸妈妈 一定是的 但是因为我过去不认识你 而伤害你 现在我知道了 我要好好的孝顺你 知道你成佛 所以你可以用爱转化一切 再来念一下 让众生欢喜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点焉供 这些用食物 布施 这些食物呢 为他们布施供养佛 为什么那些苍蝇 那些蜻蜓 那些孤魂野鬼 地基主 云青在主 没有人会替他布施的 我们布施都是 为我们的爱人 为我爸爸妈妈 为我的儿女在布施 希望他们有福报 升天健康 但是这些可怜的众生 孤魂野鬼啊 这些地狱到了 澳洲这么多动物啊 没有人会为他们布施 因为像我活了 我可能没有活各位那么久了 但是我活到33岁 才找到生命的真理 一辈子为了自己读书 第一名买房子买车子 很自私的过了一个 一辈子来爱我的家人 特别爱我的儿子 所以有一次我去尼泊尔 是尼泊尔吗 越南尼泊尔 我看到很多穷人 很穷的小孩子 我那时候看到一个穷的小孩子 拿了我一瓶汽水瓶 我喝剩下一点点 他拿去给他爸爸 两个父子高兴得要命 终于有一个汽水可以喝 爸爸也不忍心喝 给儿子喝 喝完以后把那个汽水瓶拿下来 可以卖钱的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惭愧 我忙了一辈子赚这么多钱 我只给我的独生子 我从来没有想到 这个世间还有别的小孩子 别的爸爸在受苦 我觉得很惭愧 那个时候我就心情很不好 好在后来我听闻佛法了 我心情不好了一两年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佛经我才知道 原来我很自私 我没有去爱别人 我没有去爱其他的国家的 其他的生命 所以我甚至要踏到别人的头上 赢过他们 来表达我有能力 我有钱 我觉得自己很渺小 就像一个贪污的 甚至晚上去卖身体的 才赚一点钱的女人一样 然后事实上 别人说啥有钱 大家也知道你在笑我 因为人要有这个惭愧心 所以我们有了惭愧心 才会想要去找 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 所以我想 慈悲才是生命 好 现在各位右边也看到水 这个水 还有水吃的水 漂不漂亮啊 那你要供养 像各位你来这个地方 你觉得这个地方很美啊 空气很好啊 你马上要把这个美来 供养地狱到 供养恶鬼到 你要分享 你吃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 你要供养它 你睡到一个很好睡的床 要供养众生 要忘了 不要忘了 不然你说我在享受这个快乐 那就损福报了 所以来把这个水做供养 特别现在澳洲缺水 来 水有巴德 供养十方佛 洗除恶业 六道清凉 愿恶鬼尘 充满甘露水 欧阿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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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一下开咽喉咒啊 佛陀说 当你太阳很大的时候 他们被晒的时候 身体都会脱皮 然后嘴巴就一直吐火 叫咽喉鬼 然后你只要 你只要想到这个 你就要把水 往太阳的地方 喷几滴 所以各位就观想 还是你有水 然后这个水的光变成 清凉了 清凉了 然后进入他们的嘴巴 进入恶鬼尘 然后他们的身体 不然那个吸血鬼 各位都知道 一晒在太阳 全身啊 就会烧掉 所以他们只能晚上出来活动 这就是恶鬼道的哭 所以我们看到有水 就这样观想 念开咽喉咒 来 这样心情好不好 太好了 因为你把水转化了 这个转化不是你的力量 佛的力量 转化了 然后各位再把这个水 转成甘露 我们会念甘露水真言 他们喝到甘露啊 那个恶鬼道 皮肤都烧得黑黑的 像木炭 所以你念这个水 他皮肤就恢复了 你一个女生 如果希望生生世世 皮肤很漂亮啊 很细啊 像婴儿啊 一定要多念这个咒 这个叫甘露 甘露咒 甘露水真言 那这尊佛叫 妙色身如来 好漂亮好漂亮的佛 因为他经常在布施这个水 他这个外表就让 让别人知道 我之所以妙色身 这么好看是因为 我不断的在布施 清净漂亮的甘露水 就像各位脸脏脏了 你洗干净了 又喝了甘露水 你很快乐 念这个甘露水真言 那念这个真言 有十六种功德啊 更可以让恶鬼升天啊 然后 所以各位你要把 现在澳洲缺水啊 所以连苍蝇都要来找你啊 当然苍蝇找你就知道 缺水了缺水了 所以你甘露水真言观想 整个水池变成大海湖泊 都变成甘露 特别蓝色的 像耀师佛的水 然后呢 他们滴滴滴滴滴滴到 来念一下 无间地狱 充满甘露 上至诸天 下至地狱 充满甘露 那么solo没的 丹太队 大字塔 哦 solo solo 本来solo 本来solo 沙波河 所以各位 没有白吃的午餐哦 我们今天来这边 人家煮饭给我们吃 你不做一点布施供养 下辈子你在这边扫地扫一辈子哦 做牛做马 还人债哦 我们就是有这个思想 走到哪里 不是说我付你钱 钱归钱哦 对方煮饭给你吃 你都要感谢他 对方房间给你住 帮你整理床铺 打扫厕所 你要感谢他 所以佛教里面 为什么要我们跪下来拜 你也叫 感谢万事万物 一花一草一木 都是我们感恩的对象 昨天晚上我在房间跪了很久啊 我很习惯晚上就是忏悔啊 因为找到我的都是跟我有缘啊 都是我的父母 他的痛苦都是我的痛苦 因为昨天有一位香港警察自杀 然后我以前也见过他 他就是压力太大 自己也谴责自己 包括他所爱的人死掉 所以他心情不好 他就自杀了 所以当然我就要安慰他很久 甚至观想他就坐在我面前 一直哭啊 自杀都会后悔的 会哭啊 会痛苦的 所以 然后呢 你就要一直 同病相怜一样的 来安慰他 然后激励他 成为把这种 这种脆弱的感情 变成一种平等的爱 做个大男人 但是你心态要感染他 你不要一直讲到你好可怜 他会更哭啊 你要让他看到光明是什么 这种有力量的爱是什么 把佛陀的心传到他的心里面 他就会改变了 所以你要知道佛陀的心想什么 好 刚入水间言我们念三遍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算今天不能做烟共 你还是要这样做 好不好 你千万不要说 稍大一点 等一下警察都来了 所以水也可以啊 你有个心态也可以啊 这些花草树木啊 阳光都可以变佛光啊 所以佛教里面 就是要我们利用万事万物 转为佛法 所以念一下 阳光变佛光 水变甘露 风变清凉 土地变净土 你可以转化一切 但是这个转化技术 是因为你的心转化了 所以外面的世界 都跟着你转化了 所以希望各位 你把你的人也变成甘露 好不好啊 骂你 你都还在甘露 这样就好了 我不生气 我不翻眼 我不哭 然后你就是甘露 那每个人都会很喜欢接近你 好 甘露水 来 那摩苏罗伯耶 但那耶得耶 它是他 哦 扫罗 扫罗 本来扫罗 本来扫罗 撒不和 哪摩 扫罗 不耶 但那耶得耶 它是他 哦 扫罗 扫罗 本来扫罗 本来扫罗 撒不和 那摩 扫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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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把这个黄色的小本,有吗? 我们拿下来念一下 平常如果你不会念,没关系 只要你观想,只要你有信心 我希望这个水啊,变成甘露 南无药师流离光如来 然后它就变成流离的药师咒水 你看到这个水,马上南无大悲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把它转为观音甘露 布施给众生 所以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心转化 你把这个水洒出去啊 老师跟各位讲啊 恶鬼道如果淋到普通的水 变什么?变流酸 变流酸 所以最毒的东西可以版成最美的东西 这个叫念佛 佛的力量可以转化一切 所以如果你在布施水 你有个悲心念观音菩萨 这个水变成甘露 如果你没有一个慈悲心 你把黄金洒给对方 对方以为你拿刀子 他石头要砸死他 这样观念你了解吗 这就是佛法 如果你懂得用佛法 黑白的都会变成彩色的 痛苦的会变成清净的 就像人觉得我得癌症 我要死了我很痛苦 但是你懂得佛法太好了 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我现在在消业障 痛就是在还债 消业障 然后我现在念佛要去极乐世界 所以痛苦会不会变成快乐 那就是因为你懂佛法 所以如果你会烦恼 我只是告诉各位 你真的是很可怜 因为虽然皈依三宝 不会用佛法了 皈依三宝了 老公跑了 你会合掌 阿弥陀佛祝福你 这下我自由了 如果你是学佛的人 钱被骗了 阿弥陀佛 哎呦 冤青在主跑了 还债还玩了 我自由了 所以我想各位 快乐 你要懂得用佛法 你要不懂得用佛法 生日真痛苦 死也痛苦 人生出来都哭啊 生日难有什么快乐 对不对 所以死也更痛苦 但是你懂佛法 生日快乐 我可以来做菩萨了 死也快乐 我要去净土 然后我可以成员再来 继续做菩萨了 所以观念 这个叫佛法 我们以前用我的想法 都在制造纷争 贪嗔痴 我爱我恨 我跟你对立 我要占有你 就像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 全世界的女人都不要接受我的爱人 因为我爸被他抢 所以那你就变成 你没有还没事 你有了还有痛苦 就像我现在是个出家人 一个女人跑来说 师父我就一直跟你一辈子 哦 你不疼我 哦 你会吓死我了 我离开我太太 换了九零二虎之力 你还来藏我 但是世界人不懂 还有个美女找你 有个帅哥找你 这是我的光荣啊 你看无名跟名就差在这边 所以各位 你女儿十八岁很漂亮 男人追她 就可怜啊 你要跟你女儿说 那些男人都像流浪狗一样 色鬼啊 他只享受你的皮肤跟性感 他要找你干嘛 他找你念阿弥陀佛啊 你要讲给他听 不然他以为我很光荣耶 你看每个男人都在追我啊 我很有钱啊 每个女人都在找我啊 那是利用你的钱 对不对 因为你开一部什么什么 双逼的 对不对 你开个脚踏车 看他追不追你 你没有身材 没有一点点皮肤 你看他追不追你 但是很多人就讲 好那我说要弄漂亮一点 不然别人不会看我 我弄得有钱一点 不然别人不会羡慕我 你看他可不可怜 就像在监狱里面建房子 那个监狱你还在里面建房子 结婚 生小孩 明明是痛苦的 所以各位 我想 真正的房子在哪里啊 所以有一次人家问佛陀 佛陀请问你住哪里 佛陀说 念一下 四贩住 为什么叫四贩住 我住在慈悲喜舍的家 慈悲是我家 好不好啊 所以各位 今天你来这边 慈悲几分钟 快不快乐 慈悲是我家 等一下赶快离开 不然要扫地 要守房子 又怕小偷来 你就会很烦 所以就像各位 爱上你的儿子跟女儿 你已经不自由了 绑了狗链子了 母亲一百岁 常忧八舌 你哪有快乐啊 你被抓住了 但是不要你放弃 什么意思 把爱你儿子的 爱你女儿的 去爱所有生命 好不好 昨天那些鱼可不可爱 可爱啊 现在过来的苍蝇 你不要把它挥走 来 吸奶 你最好在脸上 抹一点口水 来来来来 这是最好的蜂蜜 所以因为你爱他 你就不会把它挥走了 了解吗 连对方的口水 你都要喝 你看你多爱他 所以那各位要 改变你的思想 改变你的思想 你就没有痛苦 也希望各位 念一下 活在澳洲 如果你觉得 你花了这么多钱 来澳洲 觉得他好美 然后你永远放在心里就好 你走到哪里 都变成那个心态就好了 所以念一下 心在极乐 自然爱撒众生 如果你心中有佛法的人 有慈悲的人 有净土的人 对你来讲 你呢 心里永远在净土 然后呢 你可以下地狱 因为我要把净土给地狱的人 我要把净土给恶鬼道的人 所以我想各位 你可以去享受快乐 那这个快乐 不是独享 所以你要把快乐 捕食给众生 好 那这样各位了解了 我们念一下 焉共聚之法 第几页 等一下吃饭 我们都要觉得很好吃 好不好 这是礼貌 我每次要交代人家 人家煮了老半天 一直在看你的脸色 只要他过来 赞 他下回就 赶快又煮给你吃 你给他抱怨 就像一个女人 不会做女人 天天抱怨他老公 他老公真的会气死 男人争命苦 一个老公不会做男人 天天抱怨他太太 他老婆也会气死 咔嚓老 所以我认识一个男生 我常讲这个故事 他每天出门出去 跟他老婆拍一张相片 他老婆为了要 让他老婆 老公拍相片 每天只好换一套衣服 所以他跟他老公抱怨说 所以你要好好赚钱 不然我每天要穿同一件衣服 所以呢 那位太太就永远不老啊 然后呢 夫妻关系就永远好啊 对不对 因为他知道 哪一天他老公不跟他拍照一定 他讨厌他了 所以这位伟大的老公 没事就给他拍照 拍到老 了解吗 所以后来他老婆发了一个愿 他说老公啊 哪一天我死啊 都要脸很漂亮 让你拍照 他说好 结果他死的时候啊 我告诉各位 真是的 身体都已经没肉了 他那个脸还是很漂亮 我都去看他 他那个脸还是很漂亮 因为他发的愿嘛 所以他的老公也觉得很欢喜 他老婆一定升天了 所以我想各位 你发的一个善愿 你可以帮助别人 请翻到 几月 三十一夜 我们弄一顿好吃的给大家吃 好不好啊 现在锅已经热了 这个布施甘露啊 不得了啊 你每次布施给他们 先看一下 三十五页 焉供功德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他功德在哪里啊 里面在炒菜 我们外面也在炒菜 里面炒菜是给我们这几个吃 我们外面炒菜是供养上供下施 我们功德更大 但是要炒的好吃 什么叫好吃 你有悲心 有柔软心 有最大的爱心 那个枕头能不能拿走 这样拍很难看 机会教育 最美的地方要弄美一点 焉供功德 大家念大字就好了 你们戴着墨镜看不出了 三十五页来 一 帮助轨道与飞人 飞人啊 轨道啊 很可怜的轨道 轨道的生命一百七十万年 没水没得吃 所以各位他们问我说海盗法师 你干脆那个钱就拿去帮助穷人 你每次都帮助轨道浪费 我说没有 我只买几包饼干 你都说我浪费 你买那么多给你孙子都不浪费 那时我几包饼干就可以帮助几百万千的恶轨道升天 这一点都不浪费 一点都不浪费 我老实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你注意听 昨天我们不是去看那只卤梗吗 那只在吃海菜 吃菜的人是卤梗吗 他可以长到六米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我过去的出家土地 然后他为什么会在那边做卤梗 然后福报还大 大家还要弄蔬菜给他吃 他过去是 持戒 读了很多书 那时候大家都劝他放生 他反对放生 他说放生如果有用 我下回做鱼给你看 所以他现在在那边 他就讲这句话 放生如果有用 我做鱼给你看 因为他毕竟没神通 他不了解放生的功德 他居然还诽谤放生 现在自己好好做鱼 但是因为他出家辞戒 现在还是有福报了 大家供养他 你看他五六个人 天天在弄一大堆白菜给他吃 把他保护好 那是因为他就卡到这句话 他就卡在那边了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我们对任何好心的事情都要随喜 我们没有做 但是要随喜别人 因为他真是在帮助轨道 以非人 所以有人跟我说 师父不要烧金子 我说你不要乱讲 你眼睛有看到吗 你有打坐吗 你不能用你的分别知识 去认为说烧金子 烧金子轨道很欢喜的 因为他是一种悲心 了解吗 你老公给你一颗钻戒 事实上也没用 但是你高兴就好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你要按照佛经来讲话 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讲话 第二个 解除冤敌 那你的冤心在主 甚至各位本来这几天 所以我们每天出来都要做布施 布施水 布施蜜 到哪里 三晋半夜 昨天我听说领队被压了 压了三次 有没有被压到啊 我这两天 昨天还好睡 前两天不好睡 照山上我跟你讲 都不敢跟各位讲 那住的房间里面有人自杀过 有一个女孩子 被捅死在床上 不知道是哪一间 搞不好是你那一间 然后我们占颜法师在那边打坐 他就看到了 然后他就问我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三个那天没什么睡 超度啊 你们好好睡 我们来超度 外面还有很多那些 原住民在阑珊 原住民的女人脱光光 没穿衣服胖胖的 然后呢 下体在流血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古时候穷啊 他们生小孩 难产而死 小孩也死 妈妈也死 所以趁这几个和尚来 他们就来求救了 来帮忙了 所以那时候 我们在阴师 为什么女人胖胖的 还流血 我一想就知道了 我是原住民啊 所以 所以我想各位 看起来一栋好的房子 那是无形的众生多不多啊 多 到哪里都一样 这不是说 你是不是佛教徒啊 到教堂我们要去超度啊 所以 事实上来找你的 都跟你有缘 不然他看不到你 你看不到他 你感受不了他 所以你晚上睡觉 他来压你一下 一定是你跟他有缘 就像我去医院回来 有时候会 鼻子怎么闻到药的味道 怎么洗鼻子也没用 我原来 一个生病的老人 一直吃药而死的老人 跟着我 那为什么 因为我跟他有缘嘛 有人问我说 师父你不是修得很好吗 你们持戒啊 这个鬼怎么还跟着你 慈悲才是戒 还有缘 就像我看到那只 鲁梗 我对他特别有感受 我想几百世的轮回 你看到你过去的妈妈 看到你过去的儿子 那你一定会多看他两眼 没有别的方法 你就多看他两眼 所以才知道 原来他跟你有缘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我们没有神通 但至少要相信 你一下 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反正你现在走到哪里 帮我们开车的司机啊 帮我们整理饭店啊 在餐厅里面 帮你端一个饭的啊 乃至老板啊 欢欢喜喜煮个饭给你吃啊 都跟你有因缘的 我们是来续前缘的 要了解这个观念 走到哪里 不要得罪人 对他好 回献给他 所以解除续理 第三 清净恶业 你供养诸佛 布施众生 也在消自己的业障 像你布施 过去你有偷盗 你现在布施可以消除你过去 迁滩 偷盗 金钱的恶业 你现在布施可以消除你 金钱债主的恶业 翻过来第四 健康长寿 大家来比赛 谁慢一点死好不好 还是你要比赛谁先去极乐世界 反正只有两条路 要么先去极乐世界 要么慢一点死 跟昨天那个老人 96岁呢 还在登山呢 还娶一个少他十几岁的漂亮的 80岁的太太 两个感情多好 老实说你们跟他讲了半天 那个人是我们这里面好几个人的爸爸 不然你不会 不会一直对他那么好 他也是依依不舍的看着我们才走 终于回到澳洲了 终于看到他了 所以大家吧 请郎而出 把好多东西都往他身上塞 要送给他东西 所以布施帮助这些众生 可以健康长寿 因为你用食物 第五富贵安乐 各位念一下 有钱真好 各位下回欢迎你买五栋这个房子 我们经常去那边什么禅修啊 闭关啊 你要有福报 最有福报的是阿弥陀佛黄金铺地了 所以他让我们可以去享受他的 最大的房子 到那边可以开悟 可以做菩萨 第六处所吉祥 等一下汪千惠要跟各位顶礼啊 他设计我们来啊 所以他就可以处所吉祥啊 以后这个地方快快乐乐了 生病的人进来身体好一点啊 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善业恶业 都会留下痕迹 所以各位在每个地方啊 都要去做好事 撒个甘露水 用杯心 不管你知道哪一个酒店 哪一个饭店 所以我们这两天所住的饭店 特别前两天我们超度了老半天啊 不是说因为父亲住在那边 而是在那边我们就要很尽力 第一天晚上来 窗户一打开 外面都是鬼 嘴巴都在吐火 哎呀 我们就拜托 战日法师 哪个转金 哪个金帆 哪个水去外面 一直淋啊 不然我看大家就不好睡 这就是我们领队的责任 所以昨天Maggie没有负责任 那众生就去去找他了 什么叫领队 我以前也搞过旅行社啊 我才知道原来领队 晚上还要负责念经啊 不然客人睡不着啊 所以 所以很多人不懂这个意思 因为他会找你啊 你是领头的啊 我没吃饱啊 所以 那你要面面俱到 第七 天龙地奇勇护 各位你开始慈悲啦 帮助这些众生 天上的天龙八部 地上的土地公 哎哟 你们这些人有爱心哦 他就会 因为你而感动 老实说啊 因为你而感动 有一次 我有个冤心在主 过去我把他杀掉了 杀他全主的人 然后他来找我报仇 找我报仇 那时候刚好有一个人 自杀死掉 那我就说 哎呀 那我先超度自杀的 我就很认真的在那边念啊 跪着啊 是啥 结果那个冤心在主 被我感动 他说原来你是这种人了 不认识你都跟他跪了 老半天跟他超度 他心里有感应啊 然后我跟他说 事实上 因为我学佛了 我以前无名不知道 前世嘛 我现在学佛了 就算你要杀我 我都不会恨你的 只是因为过去 我无名 我杀过你 也过去是一定是你无名 因为我有一次做小沙咪啊 他是个强盗 把我给杀了 这是过去世的故事 那现在后来我做了一个小皇帝啊 就把他全家给杀了 这样啊 所以 但是我有一点超度 他去做修罗道 所以还在恨我 恨我恨的要是找机会要报仇 所以我跟各位讲的都是真的 但是我们累世以来 学的善言二元都还在的 所以我刚好超度那一位 那些自杀而死的 我比较用心 我不是光超度一个 所有自杀死的 我都观想到我面前来 我不认说会怕不怕的 而只是说我尽力 因为这样 我感动了这位阿修罗 因为他带着军队 他可以把我毁掉了 所以我们出家人的修行叫降魔 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因缘 但是因为你很慈悲 帮助别人 就消除了你自己的恶业 也把你的冤心在主超度了 而且这些天龙八部 还倒过来直接要 拥护你 那他就会跟着你而发菩提心 第八 束获功德 那各位 你要得到什么功德 慈悲是最圆满的功德 佛陀说 所有的不失慈戒 忍入精进禅定 都输给慈悲 慈悲包含一切功德 所以我想各位 时时刻刻去慈悲 第九 可满所愿 大家心想事成 第十 束正佛果 这是最重要的 不是贪心 因为你不赶快成佛 哪有真正圆满的能力 普度众生呢 那后面还有二十条 诗识的功德 各位再看吧 我们先来念仪轨 请翻到前面 归一发心 一开始希望 所有众生 包括土地公 每一棵树都有一个树精 而且住了很多 不是光一个 不是一个树有个大树精 其他他的家族 然后有的地方住 不然所以佛陀把很多树 叫做什么 背一下鬼神村 鬼神村 因为他们没地方住 住在树上面 所以但是 没地方住了 更可怜 叫孤魂野鬼 那所以同样的 我们都希望他们 归一发心 所以但是自己 自己 自己真心的归一 自己发起菩提心 才可以引导他们 所以我们大家 一起念 来 维诺师父 没有 那我自己 好吧 来 一起念 一起念 一起 祈请 十方 法 当成就 为成就 之一切众生 归佛 归法 归生 归佛 归法 归生 归佛 归法 归一生 你要很认真的 就像带领的 你的妈妈 儿子一样 来啊 来归上跑 你要发这个心 不要光嘴巴念 佛法的完成 是在你内心里面 完成的 嘴巴 个人有个人的口才 但是 用心去唱一首歌 那一首歌就好听 了解吗 那所以各位 你要开始用心 用什么心呢 用佛的心 我们既然懂得 阿弥陀佛啦 地藏菩萨啦 观音菩萨啦 那他们什么想法 我要用这个心 念出经典 那你要一直念习 用真心呢 去帮助别人 一个人用真心去讲话 怎么听都觉得好听 各位 海盗法师 讲话好不好听啊 谢谢 谢谢鼓励啊 因为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很冷酷 孤僻的人 不喜欢跟人家讲话 但是我现在 至少我上台 会认真一点 这样 因为我知道 我上台 我就会很认真 认真的用心 希望 因为我不是光对人 这些天神 这些可怜的孤魂野鬼 诸佛菩萨都在看 我跟各位讲 昨天那一位阿修罗 要来杀我的 那一位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在旁边看着你 这样 如果我起心动念 他就可以报我的仇 就像我以前杀死一只蛇 十几岁 我三十五岁出家 那只蛇 他也不超度 他就跟那一位老师说 他看得见 他说 这一只蛇要在你旁边 如果你去恨人的时候 他就会咬你 就是这样 因为他把我同学弄自杀了 我十岁就有一个同学 为了这只蛇 因为是他喊杀的 然后我在旁边跟着杀的 所以他先把他弄成自杀 然后让我胸口痛 那后来我要出家的 那一位老师给我说 师父啊 你胸口痛 我说对啊 有一只蛇咬你 我说不是蛇咬我 是我大哥打我的 他说不是 是蛇附在你大哥身上 他打你的时候 他的眼睛有没有变红 我说对啊 我看到我大哥眼睛 我都吓坏了 我根本没有还手 因为那只蛇附在你大哥的身上 他用那种蛇的眼睛看你 你打他哪里 他垂你哪里 因为我就是用石头 打他的胸部 我认为那是心脏 他们叫第七节 我还不知道第 打了几十个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大哥的手 就一直打打 让他骨头裂开 所以他描述给我听 我就感觉很痛 原来这是个真相 原来我以前不认识这个 后来我就跟他跪下来磕头 我要好好的修行 然后呢 希望你去极乐世界 当然老师说 他不去极乐世界 他在旁边 他要看着你盯着你 看你有没有 因为他可以报仇的 但是他看你表现得好 他就不咬你 所以我就 我认为这样很好 我很感谢他 没有他我就不会修行 因为我要很认真 不然他马上报仇 咬死我 所以我一定要感动他 所以各位把敌人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就是修行 所以佛陀要成佛 一定要 事实上佛陀成佛的魔王 是佛陀把他请来的 佛陀要证明他的悲心 魔 你没办法伤害我 原来慈悲才是武器 所以当魔王用了各种的武器 乃至女人 乃至火 乃至刀兵 要杀死佛陀的时候 佛陀叫慈悲三昧 我爱你 我关心你 一点没有畏惧 用真爱 所以那些武器呢 都能变成莲花 所以各位请你 我们是佛教徒 别人怎么伤害我们 我们都不能抱怨 不能报仇 不能对立 因为慈悲是我们唯一的武器 所以后来那只蛇 现在去净土了 因为它本来是我的护法 被我感动到成为护法 然后现在去净土了 所以我想各位 你一定要旁边有蛇 有冤心在主来帮助你 不然你不会精进 你会放异 一个人的时候 你还是很认真 所以用这样的心 带他们归伤宝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法森三寶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電視台 所聽到的叫法 運用在您的內心裡面 達到無我的空性 達到慈悲利益眾生 更要隨時收看 隨時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是護持三寶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為了大家可以 更好地了解藏傳佛教 也能夠更客觀地 去了解不同的宗派和建定 所以我覺得今天 還是有必要講講這段歷史 不管怎麼說呢 它對千百年來 整個藏傳佛教的發展 都起到了至關重要 可以說是決定性的作用 這就要講到藏傳佛教史上最著名 也是最有影響力的一個事件 就是頓見之爭 甚至呢 時至今日 其實在藏傳佛教當中 類似的爭辯還在繼續 所以呢 我覺得各位至少對此呢 都有一些多多少少的一些了解 或者可能有聽說過一些蛛絲馬跡 那麼這個頓見之爭是什麽意思呢 他們爭的是什麽呢 這是顾名思義啊 頓見之爭就是頓門和賤門之間的爭論 頓門呢 也就是頓悟法門 在這場辯論當中呢 主要以 以漢地大禪師摩赫也為代表的 我們大家都熟知的這個由 這個達摩祖師所創立的 這個禪宗一派 那賤門呢 正好相反 相反啊 他們主張的是賤之修行 從而成就佛國 在當時呢 是由印度高僧蓮花界尾代表的印度僧中一方 那麼這個頓見之爭是怎麽開始的呢 大概是在公元八世紀後半夜 蓮師已經離開了吐蕃 祭乎大師也圓寂了 之後呢 那持松德政為了這個廣洪佛法 命人呢 從這個漢印兩地分別迎勤高僧 修塔見寺 易經社斋 那麼從印度請來的是 以祭乎大師的弟子蓮花界為首的三十多個出家主 而從漢地 引擎的呢 則是來自當時在敦煌一代的 大禪師摩赫爺的三位僧人 那些以蓮花界為首的這些印度僧中呢 向著簪布請奏說 那些唐朝僧人所傳授的頓悟禪宗呢 並非佛說 請簪布廢除所有禪宗在屠博的傳播和教授 那摩赫爺和幾位禪師聽聞這個消息之後呢 就回禀三部說 既然印度的僧人對我們的這個法教有質疑 那就請他們收集和整理出一些經意上的這個問題或者疑點 我們來回答便是 如果真的像他們所說的禪宗的法意有任何的錯命 或者說是佛法大意之間有任何插持 那就請簪布馬上停廢禪禪宗法教的這個弘揚和休息 於是呢 就簪布就答應了摩赫爺的這項提議 接著呢 就那些印度的僧人呢 開始用各種方法 而且用了很長一段時間來查找經意 又是就是搜羅各種問題 總之呢 各種挑詞找毛病 但是呢 無論他們怎麼辯論 怎麼刁難 摩赫爺大師都是對答如流 後來呢 這個印度僧人呢 實在沒辦法 啊 资之 里虧 虧 前驴祭窮 最后呢 既然 想方設法 迷惑朝臣 啊 勾結彭党 啊 就為了為難 這些禪師們 這個 這個《頓入大聖正理訣》裡面說啊 當時有兩名藏族僧人 因為這個禪宗遭到這個毀謗 啊 深感不平 甚至未法捐軀 啊 除此之外呢 還有三十多名 這個生物禪禮的 藏族出家人 聯合起來 向詹布請奏說 如果這個禪宗 像那些人說的那樣 不堪 那我們 那我們 寧可 脫掉袈裟 啊 跳崖自盡 那些印度人 僧人呢 聽說啊 這些事情之後呢 就各個就是 啊 破膽 驚魂 啊 自殘行賄啊 總之呢 啊 這場這個 這個頓劍的 啊 辯論 持續了三年 直到公元794年 結束 那麼 現在就問題出現了啊 根據這個 根據這個 藏文的史書 把歇眾的記載 頓劍之爭的最終結果 是由蓮花界為代表的這個 這個劍門一派完勝 而這個摩赫野位代表的這個 漢帝禪宗洛板 而禪宗建帝呢 被證實 非佛所說 是不正確的法教 所以呢 隨後呢 持續得在呢 便在整個 吐蕃下令 禁止和廢除禪宗的傳播和供養 並且呢 摩赫野一行人 遣返 判定 因為雖然這個頓劍之爭啊 聽起來是一次 一千多年前的爭論 但是呢 實際上呢 這個爭論一直延續到今年 藏傳佛教的這個後紅旗呢 逐漸形成了以現在這個四大宗派為主的各個教派 這些教派裡面呢 就有很多學者認為 寧馬派的這個大元馬和嘎举派的大手印 呃 這兩種修行和建帝啊 都是屬於頓悟法文 呃 收到這個 呃 这个受到這個 汉地和尚摩赫野 也就是這個禅宗法脈的影響 而歷史呢 已經告訴我們 某和野的禅宗 建帝是不究竟不如法 不符合佛教 啊 佛陀經教 所以呢 換句話來說的話 大元馬和大手印 也都是不究竟不如法的修行和建帝 于是呢 啊 這些修大元馬或者大手印的 這些寧馬派和嘎举派的這些學者 也不斷的 想盡辦法的 把大元馬和大手印 跟這個禅宗呢 撇清關係 堅称呢 自己的建帝啊 建帝 跟摩赫野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呢 那實際上問題根本不是出在這 問題的根源在於這個禅宗本身呢 沒有任何問題 頓悟法門呢 也沒有任何問題 他們並非把些描述的那樣 是一種不如無法不究竟的建帝 當然了啊 今天這個聽課的各位啊 基本上都是漢帝的子孫 相比於這個藏族人呢 都是比較了解和熟知禅宗的啊 禅宗作為這個千百年來這個 這個漢帝啊 甚至日本韓國越南等等很多國家啊 流傳最廣 也是影響最深遠的大盛的佛教派系之一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繼續講這個藏傳佛教的這個歷史啊 正如曾經這個廉師的預言 漢帝的後代呢 沒過多久就 可以說是斷絕了 持松得陣之後的這個第四代漢帝 叫做打馬五東漢 歷史上呢 普遍稱它為朗打馬 就是藏文藏族版的牛魔王 就是吐蕃帝國的末代皇帝 末代詹布 他與這個公元八百三十六年繼位 雖然在位時間只有短短的六年啊 可是呢 卻做了驚天動地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他進行了大規模的這個佛教滅法運動 後人呢被稱為朗塔馬滅法 那麼他是出於什麼樣的原因和動機去滅法 那現在呢 就是眾說紛紛有各種各樣的揣測 除了這些對佛像或者寺院等等這些硬件的破壞 摧毀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他打壓和解散和 他打壓解散和清除了僧端 清除僧端 具體來講 他那時候不僅殺掉了很多出家人 驅逐了當時在吐蕃的外國僧人 而且禁止 來就是從印度啊 從大唐 來那些高僧 來到吐蕃傳達 而逼迫很多僧眾還俗 強行讓他們去打獵 而且呢 對那些不聽話或者反抗的僧人呢 就斬立訣 那麼我們回到這個歷史啊 剛才提到公元842年的時候 朗塔馬由於這個引起共憤 而被刺殺之後 他的兩個兒子 吐蕃和永丁 為了這個爭奪王位 進而就分裂成兩股勢力 雖然吐蕃算是繼承了王位 成為了占卜 但是呢 永丁一派呢 並不承認他的政權 所以呢 多年來呢 兩方的爭斗不斷 情況日益惡化 大概在九世紀末的時候 吐蕃各地相繼發生 臣民暴動起義 吐蕃的兒子 也就是當時的占卜呢 被刺殺了 吐蕃的王朝呢 就此分崩離析 然而呢 永丁一派的勢力 仍然對這個吐蕃的後代窮追不捨 最後呢 無奈之下 吐蕃的一個孫子 叫做 杰德尼茂尔 直接逃到了現在的阿里地區 才算是逃出生天 所以呢 後來呢 這位吉德尼茂尔會混成 呃 吉德尼茂尔會成為了什麽 成為了當地的王 從此就開始了 同治阿里地區 那麼這麼算起來呢 這位這個吉德尼茂尔 算是朗他媽的曾孫 他本人呢 也有三個兒子 然而他為了避免 像他祖輩那樣 為了爭奪王位 手足相殘的悲劇重演 所以呢 他就把阿里 就分成了三個地區 分別交給了三個兒子 進行統治和管理 也就是歷史上 阿里三地區的由來 那麼 這三兄弟當中的二哥 叫做 扎實德管 他被安排來統治當時阿里東南部的布朗一代 也就是今天的普蘭縣 後來呢 他在這裡建立了歷史上非常有名的古歌王朝 那麼這個古歌王朝的建立呢 大概是公元十世紀末的時候 扎實德管就是他的開國之君 第一代軍王 接下來呢 他的兒子 也就是古歌王朝的第二代軍王 叫做什麼呢 叫做 宋耶 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 後來呢 他就退位出家 法名叫做 法拉媽伊西爾 就是當時第一位 想要引勤阿底下尊哲入葬的 古歌王朝的國王 為什麼說是第一位呢 因為 他直到此事啊 都沒有成功的請到阿底下尊哲 最後是他的後代 才將阿底下尊哲移入藏地的 那他們是怎麼請到阿底下尊哲呢 我覺得 要下回分解 所以呢我們今天講到這 謝謝大家 阿底下尊哲 護身功德書盛行 無邊聖福皆迴向 普願成立諸眾生 數網無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河沙 摩河波者波羅蜜 啊 嗯 嗯 嗯 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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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